据央视新闻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2日表示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是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事件的主谋 至此克里米亚大桥的主谋终于浮出碎面 而普京为什么对大桥被炸如此愤怒呢 在俄罗斯人民和普京的眼里 克里米亚大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桥梁那么简单 这是意义非常非常重大 同时也是俄罗斯强盛的象征 更为重要的是克里米亚大桥归属俄罗斯以后的 一个重要标志和符号 现在详细和大家介绍克里米亚大桥的往事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克里米亚大桥又称克兹海峡大桥 是一座横跨克兹海峡 同时也是连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克里米亚岛屿铁路公路的两用桥 全长19公里 跨海部达到7.5公里 被称为俄罗斯的世纪工程 当时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国的和土耳其领土的钥匙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说克里米亚的位置十分特殊 也导致了克里米亚在历史上从未安心过 并且从未消停过克里米亚大桥不是被占领 就是被占领的路上和平的时候非常少 而关于这座大桥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俄国末代沙皇叫尼古拉斯二世就曾经提议 就是要建设克里米亚跨海大桥 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始终没有建成 修桥的事情一拖再拖 直到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 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曾经提出建设桥梁的想法 但是也没有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占领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的时候 也想建这么一座大桥 后来也是建成了一半半成品 也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克里米亚大桥 仅仅是有寥寥几个未曾被拆除的 乔敦默然陈述当年的往事 可以说时间来到了2014年3月16日 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投 全克里米亚半岛超过96%的投票者 赞成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克里米亚也结束了23年 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争议地区 2014年3月18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 批准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这个版图 而乌克兰在名义上呢 其实统治了克里米亚60年 以上是关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往事 那么我们再说会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当时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是被普京誉为 俄罗斯的骄傲的重大工程 对于俄罗斯的意义非常非常重大 也是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重要标志 另外呢 这座大桥呢 是普京亲自下令建造的 啥概念呢 相当于我们自己这个亲手建的个房子 你别管它啥样 它的意义远大于经济价值 也就是说啊 普京如此气愤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想轰炸这座大桥呢 刚才我也说了 它是兵家地争之地 最开始这个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 是想法是切断俄罗斯这个后方补给 也就是说啊 断了你的后路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泽连斯基呢 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不仅没能切断俄罗斯这个补给 没给俄罗斯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反而啊给俄罗斯一个展开全面轰炸的理由 相当于啊 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希望大家评论区长留言 好 今天风格半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